而二号才刚刚接牌的 富里乡李山实义学校 为了筹备课程以及旅游的内容 特别向农委会申请 农村再生新农业的经费 结合周边的明里、万林、罗山、竹田、丰南等社区 设计李山擅测农业体验 以及系列在地的农特产品加工品 欢迎游客到富里乡来体验 脚踏在无独大地上 品尝在地生产的健康食材料理 县长穿着围裙 与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肃华 农委会农改厂等长官一起在做菜 原来这里是刚刚接牌的富里乡李山实义学校 2月2号这一天 与富里乡表扬农民大会 共同办理的开幕活动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农业休闲旅游活动 所以我们要借由农业休闲旅游活动 进届我们的李山实义教室 来发扬我们富里乡的饮食文化 还有我们的在地民产品的通调的技术 兰卫总干事张肃华说 李山实义学校的电子 来自他前往泰国搞场 发现许多游客会报名厨艺学校 学习做泰国菜 9月富里乡发展李山仓义有成 让农业与大自然生态和谐共存 因此将以李山实义学校为名 李山实义学校为了筹备课程 以及旅游内容 向农委会申请农村再生新农业金贝 结合周边 明里 万宁 罗山 竹田 丰南 等社区设计李山政策 农业体验以及系列在地农特产加工品 欢迎游客到富里乡体验 脚踏在无独大地上 品尝在地生产的健康食材料理 记者高雄雄 富里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